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7月8日礼拜五的第五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高银金融前主席潘苏通 先后是遭到了多家的公司提出破产情请 其中一宗涉及到中信银行的案件 法官在较早之前听取了陈词之后 在今天就颁发判辞 是颁令潘苏通破产 而且是颁令潘苏通控制的 Silver Starlight Limited清盘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礼拜的直播节目 就安排了在香港时间 礼拜六晚的十点钟进行 本来是周五的 但是由于没有主持得闲的关系 故此我也要顺言一日 希望大家继续踊跃支持 好了我们讲回今次的主题了 到底潘苏通破产的案情是怎样的呢 根据潘苏通透露 本案是涉及到对潘苏通的破产情请 而三个情请人也都是要求 颁令由潘苏通所控制的 Silver Starlight Limited清盘的 首名情请人 即是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早在2017年的时候 就向潘苏通旗下的公司 贷款了80亿元 用于私有化 原本已经上市的高银地产 潘苏通就是担任这一笔贷款的担保人 借贷那一方所提供的抵押 就包括了高银地产旗下公司所拥有 位于天津的两幅地皮 只不过 这间借钱的公司 除了支付了部分的利息以外 就未有再清还其他的款项 情请人在2021年的时候 就要求这家公司和潘苏通还钱 这家公司就曾经另外作出了诉讼 要求禁止情请人 向公司提出清盘的情请 他的理据就包括了 首名情请人的前主席 曾经是和潘苏通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 是会协助寻找买家 买回天津地皮的物业 而所获得的款项 就会用于清还贷款 法院较早前就裁定了 拒绝接纳这家公司的说法 公司所提出的上诉 也被驳回了 如今法官就颁令 叫潘苏通破产 和他旗下的一家私人公司 是要清盘了 实际这个潘苏通是何许人来的呢 原来大有来头 这次富豪都要收皮 我们当然要检视一下这个个案 当作是一个case study 这样去看 因为香港很少可华富豪都会收皮 这个还破产 原来九龙湾现在有一栋叫做KC17的商业大厦 写字楼来的 正是进行着全栋的招标放手 这栋写字楼以前就叫做高银金融国际中心 原本就是由潘苏通所持有的 但是由于近年潘苏通是深陷了债务的黑洞 而这一座商下之前已经在市场放售多时 都是未能够脱手的 即是卖不出了 无人问津了 大家看到其实香港的商下市况是多么惨淡 诚哥永远都是最高尖远竹的人 没得争论的 诚哥不是神 诚哥都是人 但是他看东西的眼光是远大很多 当他连中环中心都写得出售的时候 就证明了他对于写字楼商业大厦的后市 不看好 如今时间就证实了诚哥是正确的 好了我们讲回这个潘苏通 那座什么KC17的写字楼大厦 最近被接管人再度推出市场招标放售 以价高者得 截标日期是7月21号 但是即使这一座商下能够成功出售 也都是填到潘苏通的债务黑洞 现在都不用指望了 因为潘苏通已经破产了 潘苏通是什么人来的呢 原来他在1963年出生于广东省韶关市 1984年开始 他就在香港和日本的松下电器合作 从事贸易生意 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商人仔 1993年开始 潘苏通就在香港成立松日集团 据说他的第一桶金就是制造MP3音乐播放器 热卖是大赚回来的 2002年的时候 潘苏通是收购了香港上市公司英皇科技资讯 改了名叫从日通讯 他后来转战毛利更高的地产生意 潘苏通在内地和香港商界以及政坛都颇为吃香 曾经做过政协委员 更加在香港赛马会那时候是做过马主 不过 由于潘苏通的作风就比较低调一些 他在财金界的知名度就不算太高的 但是潘苏通和英皇娱乐就十分熟乐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印象了 报纸都卖过的 他有一次在深圳举办公司代言活动的时候 邀请了英皇娱乐当时最当红的炸纸鸡 就是女子组合Trints 做这个表演嘉宾 可能他当时是喝得太多酒了 加上Trints的吸引力太强 潘苏通就无视现场媒体的拍摄 在众目睽睽之下 在台上亲吻了阿嬌那个面盒 即是射了人家的面珠灯 隐得在场的人是一阵阵的哗言 潘苏通就一敏成名 上了几天香港娱乐媒体的头条 其实这个卖MP3音乐器 本身都很大争议性 当时那些音乐界就批评 说网上非法下载音乐 MP3就是严重地打击了香港的创意工业 打击了音乐的工业 但是同一时间那些明星又走去帮MP3的播放器 去做代言人 那你是不是犯博呢 因为当时其实呢 就没什么合法的渠道是可以下载到MP3的 就是说现在是2003年 那时候是2002年 就是说20年前 其实没有现在那么多的 有Spotify 又KKBOX 又Apple Music 以往是没有那么多的 现在其实听歌都不用 上YouTube那里听饱他都可以 不用钱的 不给钱都可以 当然有得给钱的功能 也不给都可以 但是20年前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呢 其实这件事本身都很大争议 你有没有可能一方面说要打击MP3的下载 另一方面又帮MP3机组去做代言 那你那个道德标准在哪里 就是当时有很多人质疑这件事的 那潘苏通呢 就是第一桶金靠这件事发达啦 那他本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具争意性的了 好了 他一吻成名 然后 由于2008年金融海啸 全世界各国的央行 实施了量化宽松 蓝印银子 香港和内地的房地产价格是升得很厉害 当时潘苏通 就透过加大财务杠杆 将房地产的生意是拌到风生水起的 故此这人当时就是玩财技 搞地产就真正是步伐起来了 MP3机就只是第一桶金而已 那最巴之币的时候 潘苏通在深水湾 一宅25亿是买了一座的别墅 那和李嘉诚是做鄰居的 2019年潘苏通更加是登上了福布斯香港富豪榜的第16位 当时福布斯是估计 潘苏通的身家是达到了50亿美元 折合大概就是有395亿港元 你都不是说不厉害 这个潘苏通排第16位 现在都可以破产的 那你说香港是去到一个什么的光景 那当然潘苏通这些他玩财技 杠杆太厉害的时候 风险也是更高 但是很少可以有富豪破产的 正如我刚才所说 现在这个就厉害了 排第16位都要含包散的 在过去几十年 香港和内地的地产市道兴旺 要输钱就很难 除非完全是无视风险 投机倒把 借贷过渡 偏偏潘苏通就是过渡无尽 不自量力 在2007年的时候 他买下了天津 滨海新区的五幅地皮 总建筑面积是有189万平方米 他就命名为新京津高银天下 这个项目就说要建一栋117层的 中国第一摩天楼 高银117大厦 国际商业中心 另外还包括了有些豪宅 公寓 联牌的别墅 又说要搞一个富国高银住宅区 天津环亚马球会 另外又要建六座甲级写字楼 和大型购物商场 要打造成为天津市的地标建筑 当时他说这些东西 后来当然大家知道什么事了 变成了一个无底心谈 新京津高银天下 就是高银地产的唯一地产项目 原定在2008年动工 2014年就原工 只不过高银地产 2007年开始 多次透过公股 配股 发行可换股 债券等大量抽水的动作 夹水之后 项目去到2015年才是 完成了封顶 却因为资金和其他的问题 无以为计 一直停工到现在 就是说他没有入伙的 他封了顶 跟柳京大厦差不多 封了顶 但你还要搞很多东西的嘛 水电啊 内部装修啊 啊 那里也要投资很多钱下去的 那好了 这个项目历时超过十年 投入了400亿元人民币 巨额资金投入 就好像泥牛入海那样 哈哈哈哈 真是形容得好啊 白日衣山俊 它泥牛入海流 哈哈哈哈 没有了 欲穷千里目 就不要更上一层楼 因为是会摘火棒的 哈哈 好了 再加上近年 内地的经济是受到疫情的拖累 打击了商用物业的市道 这个项目的估值是大减的 要回本恐怕都是不乐观的了 实际上就沦为了中国最高的烂尾楼 也都成为潘苏通致命的财务黑洞 所以这个是大陆版的柳京饭店 更加宏大 更加规模厉害的 今天旗就旗在潘苏通 似乎无视 这个项目所带来的财政问题 继续不断借钱掃货 2016年12月 高银就投得了港铁荷民田站 第一期物业项目的发展 2018年11月 就透过高银 以89亿07百万元 是投得了启德跑道的第二幅地皮 如今两个项目都已经被占卖套现 来到去还债的了 至于由潘苏通私人持有的 何文田新盘 澳闻 去年就已经是四度延迟交流 更加破天荒给地政总署 取消了项目379个代售单位的预售楼花同意书 由于不少的承建商正在入品追讨工程费 坏消息是不绝于已 澳门大有机会成为首个大型的烂尾楼盘 故此潘苏通就被人形容 成也地产 败也地产 主要就是跟他的人太过无尽是有关的 他好高无远 因为没有的 他成功的时候就是靠博取回来 靠一个非常大的杠杆比率赚回来 故此他一个人靠这件事发迹的时候 到他赚到钱了 他只会将自己的本金 做更大的杠杆 就赚更大更多的钱 谁不知一下子 他太含包散了 从福布斯富豪榜第十六位 跌回去 就做一个破产的平民 这个就是潘苏通的一生 大家在听完这个潘苏通的故事之后 其实也有东西代倒落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做任何一个投资决定的时候 无论是买房子 投资股票 或者买外汇 买基金 我不知道你买什么 总之那些投资的产品 楼也是其中一种的投资产品 最重要是设计一件事 量力而为 不要沽住一宅 记得记得 不要沽住一宅 炒股那些也是 你不要把所有资金 摆在一两只股票身上 这些沽住一宅 很容易出现了 市升的时候 旺的时候 当然 个个都宽天起地 但是市跌的时候 塌的时候 就会恐慌变成了呼天抢地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